大家好 我是您的养生顾问 老安 每天见一面 健康多一点 人老腿先摔 提醒您身体老化的不仅仅是年龄大了 还有比如 背部直了 人变矮了 腰腿开始经常疼了等等 临床工作中呢 老年朋友经常会问到我 人年纪大了 肯定要补钙 但吃钙片补钙呢 老便秘 怎么弄啊 今天啊 老安就来跟您说道说道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 补钙当然非常的重要 但您肯定也听到过这样的一句话 药补啊 不如食补 选择食补的方式补钙呢 不仅更容易吸收 还能为身体同步补充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可谓一举多得 老安经过整理 将食物中钙含量的多少 由地道高做了一个排名 还有啊 适合的人群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第六名 黑豆 黑豆的钙含量很丰富 比黄豆高出不少 常吃黑豆 不仅能够补钙 还能软化血管 滋润皮肤 延缓衰老 特别是对高血压 心脏病等等这些患者来说呢 好处更多 第五名 海带 海带的含钙量也很丰富 另外还富含许多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 多吃些海带 再补钙之余 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高血压 冠心病 高血脂等等 第四名 海参 大家很熟悉的海参 含钙量也非常丰富 营养价值还很高 是典型的高蛋白 低脂肪 低胆固醇食物 第三名 牛奶 牛奶大家就更熟悉了 营养非常的丰富而全面 其中的矿物质种类也很多 除了钙以外 磷铁心的含量都很高 牛奶中 钙磷的比例非常的适当 特别有利于人体对钙的吸收 是人体钙的最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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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第二名 虾米 虾米营养丰富 所含蛋白质是鱼淡奶的几倍到几十倍 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对身体虚弱以及病后需要调养的人来说 是极好的补物 老年朋友尝试虾皮 可以预防自身因缺钙所致的骨质疏松症 饭菜里面放下虾皮呢 对提高食欲和增强体质都很有好处 第一名 黑芝麻 黑芝麻 维生素E 铁和新的含量很丰富 其中铁的含量是白芝麻的两倍左右 钙的含量更高 比牛奶高出八倍 是真正的补钙佳品 我们中医认为啊 养肾可以见骨 那么一个简单的补肾方法 就是把黑芝麻炒熟了 每天早上吃一把 长期坚持吃下去呢 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强肾见骨 说到这儿啊 大家应该知道了 如果想要补钙的话呢 黑芝麻 虾皮 牛奶 海参 海带 以及黑豆 都是您啊 理想的选择 老安再告诉您一点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儿童 和钙质流失比较快的 中老年朋友来说呢 及时对身体补充优质的钙 非常重要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 对你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 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 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订阅 Wide 接下来